iPhone 14正式亮相 推出6.1和6.7的尺寸 手续过去的mini机型 苹果穿iPhone 14的电池续航力是历代iPhone最佳 iPhone 14系列强调两大安全重点 分别是车祸侦测和卫星SOS紧急服务安全功能 可以透过与低轨道卫星连线 在没有信号的状况下发送紧急呼救讯息 而在iPhone 14 Pro 一大亮点就是将刘海造型改成长椭圆形的动态形式 会随着讯息通知各种应用改变形态 一种真正的连线中的硬件和硬件 我们称为它是《Dynamic Island》 像是确认你的AirPods 续接近 调调或开始一个转 包括三个充电器的支援 可以保持到什么在哪里的iPhone上的发行 iPhone 14搭载A15仿生晶片 采用台积电5奈米制程 光向引擎新软体功能 让手机在低光源环境下 还是能呈现清晰的拍摄细节 而iPhone 14 Pro则搭载苹果最新的A16仿生晶片 采用台积电4奈米制程 更强悍的运算能力 能产生出更好的影像画局 新唐人亚太电视 持千里 张元亭综合报道